我们来看这一题 它说它的x呢是跟这一个pattern的 然后它form一个sequence 然后它叫你write the first four terms of the sequence 所以我的x这个是90度 然后60度45度 然后再继续下去 它叫你write the first four terms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90 60 45 这样下一个会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如果尝试用减的情况之下 我看到它是减30 减15 然后接着就减7.5 然后这样的话呢 它的答案就会是45减7.5 总之后面的答案就是减7.5就对了 然后后面给的答案呢是36度 OK 然后为什么它会是36度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它的pattern了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 其实我的90度是怎样拿到的呢 我拿到的其实是180度除2 它会变成90度 然后接着呢 我就有180度除3 它就会变成60度 然后接着我就有180度除4 然后我就拿到45度 这样我们就看到它是180度 这样我们就看到它是180度 除1 那一个234呢 这样我的第四个terms呢 就是180度 除1 然后35 35 36度 所以它答案拿到36度 然后接着呢 然后接着呢 它叫你写成那一个tn tn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知道我的tn 这是我的t3 这个是3加1 然后这边是4加1 所以我的tn是180度 然后n加1 那我的n等于1 2 3 点点点